金車 然後這邊有一個槍 這個是後槍 這個是前槍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烏龍 裡面還有一個人 在裡面可以射後面的人 不然他們會有危險 然後這是我做的堆高技 他可以堆高一些東西 可是並不是真的堆高 因為他這個手臂沒有輔助 所以我沒有幫他加上輔助的話 他就沒辦法被太碰的東西 好喔 然後這個是 是我做的保健 這個黃色的 射起來的地方 會發射雷射光 可以把很多東西丟起來 好喔 會把它丟到天上去 好喔 然後 他後面還有幾個握板 好喔 然後這個是要兩隻手這樣 這樣咽一下 然後插進去 然後 手再這樣握著 然後 就可以發射東西了 好喔 然後 然後我堆高機的上面 我幫他加了一個小屋頂 然後 後面有一個 小酒瓶 然後 然後這個窗戶 是怕 這些東西 防護照 是因為怕 會有人突然 從這裡 飛來一個 飛彈 結果 就炸 要炸下去 就會炸到他們 然後 他們就可以用這個 防護他們 又 用這個子彈 更快的子彈 打慢的子彈 結果就可以爆炸了 結果 結果他們就可以快速逃跑 好喔 介紹完了嗎 介紹完了 好 用一塊 好 換妹妹囉 小眼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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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啊 你就介紹你的 爸爸拍你就好啦 你要開始的嗎 好 開始吧 小眼妹 上面有幾次 就是 有危險的時候 小鼻子睡覺 我就可以 抓住 然後 我就可以做出一個 吸的 吸的 把幾顆吸 這一顆 吸可以 脫 脫 差距的 因為 如果差距 壞掉 左吸 它 壞掉的時候 我就可以 把 把它拖去修車 卡 修 啊 它怎麼拖車子咧 它要怎麼拖 我沒有關鍵 這樣子 啊 車子要拖到哪裡去 要直接拖走 還是要拖到上面去 拖 拖到 那個 拖到這裡 然後 去 去 那個 修理 因為他們 上面有脊椎器 他們 遇到困難的時候 以後 他的 警笛就會響 這樣子 上面有警笛 警笛在哪裡 警笛 他會 他會響 是嗎 OK 還有東西要介紹嗎 有 謝謝 小妹妹的介紹 給你飯 爸爸我的警笛也會響 好 哥哥警笛在上面 是嗎 有幾個警笛 這裡有一個 然後 都沒有警笛 好囉 謝謝小朋友囉 掰掰囉 掰掰囉